另外花莲市内的12个阿美族部落 从7月份开始陆续举办丰年祭祇活动 而最终场在21号是由吉巴尔巴尔兰部落 画下了完美的据点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出席并且表示 接下来就是泰鲁阁族的感恩祭活动 将在8月27号展开 在原住民文化历史馆来进行 也欢迎花莲的乡亲前来共襄盛举 花莲市内的12个阿美族部落 从7月份开始陆续举办丰年祭 而最后的两场分别是在华东大门部落 和吉巴尔巴尔兰部落胜大展开 市长魏嘉贤除了道场颁证文化基金作为补助之外 也欢迎花莲乡亲共襄盛举 接下来将在8月27号登场的泰鲁阁族感恩祭 那今年这场是花莲市的丰年祭 最重要的一场也是最后一场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彼此相聚的时间 那下一场就是我们的太祖阁族的感恩祭 那这几年来担任市长 也把几个部落聚会所逐一逐一的完成 那我也要谢谢我们程湘齐头目 在担任会长的时候的大力协助跟推动 未来我们部落里面绝对也会有部落聚会所 那也在我们政策规划里面 也期盼更多的族人们能够珍惜自己的文化之外 也能够善加的把自己的文化介绍给别人 漫长的一个月终于要结束 也代表我们那个季节丰收的开始 我希望我们来年 也希望说我们的族人都能够健健康康 这一年当中我跟夏美容代表 也全力的配合我们所有部落的祭典 捕鱼祭 狩猎祭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族人能够永远的健健康康 那我们的疫情赶快结束 那我们代表我们的族人能够大丰收 各部落的经费 我们两位是真的是很卖力 那有关针对我们风年季的这个 感谢我们的祖先这样的批诱 也感谢我们的祖先 以此以来这样的把我们各部落的建设 还有文化传承 以此以来的保护下去 那部落头目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希望我们的各主人 不要忘记祖先的智慧 市长威佳贤即将在年底卸任 他也表示 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市长身份 在风年季致辞 这段期间感谢部落族人 自立文化传承的努力 他也期盼部落的年轻朋友 能够从中体会到祖先的智慧 并承担起部落重要使命 让犹如快堡的原民文化代代相传 记者徐立琴花莲市报导